欢迎收看2023年的苹果发表会 不不不 是最新一集的Torch News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带着相同期待的心 看到教会的活动 跟看到Apple Vision Pro 一样兴奋的话 那就对啦 一起来收看本周的Torch News 试问活把爸妈们 你们有多久没有单独约会了呢 在真爱主日这一天 是否也想起刚刚新婚 或是谈恋爱的时候呢 那种没有孩子牵绊的日子 想去哪就去哪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美好时光 爸妈们放过自己吧 让孩子们来参加今年的儿童下列 绕着地球跑至台湾宝岛最终篇 换得清闲的两天时光 你将会发现空气多么的新鲜 世界多么的美好 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赶快打开火把教会的官方LINE账号 点选最新消息 找到儿童下列你的报名页面 按下报名键 然后聚会结束后 直接到楼上的7-11汇款缴费 花不到你10分钟的时间 可别再犹豫咯 从单身到进入感情 再到成家立业 我们的一生所做的每个选择 除了需要按着圣经的教导 和神心意之外 同时也需要有好的思考力 大脑抗拒不了的思考力 想家儿童新制图创意体验营 帮助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思考能力 不但有创意更有逻辑 欢迎升国小四年级 到升国中一年级的学生们报名参加 爱神就从爱神的话语开始 还记得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 更新吗 在今年刚好过一半的时刻 我们要鼓励你跟上教会的读经进度 每天花不到20分钟 打开教会的官网 或是火把官方LINE帐号 在读经当中 让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 每一天这样的属灵粮食 必定使我们的身心灵都感到丰盛 更能从爱神中也学习爱人 赶快一起来读经吧 最后想问问大家 是否还记得上周永城牧师的信息 究竟为什么而活 你我受造是为了要服侍神 听小组长们回报 有蛮多弟兄姐妹被信息所感动 愿意投身在服侍中 所以在本周的Torch News的最后 想和大家分享行政部开辟的 两项事工团队 一个为家事服务队 另一个为福音领行员 若您对维持教会舒适的环境有感动 欢迎您加入家事服务队 若您对外勤讲员来到教会路上 能有安全舒适的体验感到负担 欢迎您加入福音领行员 将请请下小组长 以上就是本周的Torch News 我们下周见 Love you